只有吃尽苦头的人 他才坑回头 他知道真正苦 所以现代这一代的人不知道苦 我们这一代就很可怜了 从小 就流浪了 日本人的八年抗战 我们碰到了 抗战爆发 我十一岁 八年打完了 我十九岁 这个时间没有过安定的生活 八年当中 在我记忆当中 一个地方住的最长久的半年 一般大概就是一个月半个月 就要走了 所以八年 我走了十个深 全是走路 没有交通工具 有钱的人家 有钱的人家 养的有马 有驴 可以逮捕 我们贫穷人家 这走路 吃酒 穿草鞋 这种生活 现在人无法想象得到 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 人心很深 看到我们这些小孩 流浪 都能照顾 所以我们有感恩的心 有吃过这些苦头 受过灾难 知道安定和谐的可贵 那么这些年来 正好这是一个加持 科学技术发达 人们物质生活 享受 各个人的追求 把苦难的日子 忘得干干净性 老祖宗的教会 佛法也忘得也干尔尔尔尔 灾难就回来了 这个灾难来 将来的生活 如果科技被毁灭掉了 人要回归到 从前的生活状况 日子怎么过 这是应该要想到的